自从台湾的国门大开之后 有身边真的不少的朋友 已经开始出国了 加上今年的农历过年 有十天的假期 所以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已经计划好 在过年期间准备要出国 去玩一波了呢 当然很多台湾人出国的时候 到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旅游方式 自驾游就是其中的一种 但是我们在国外租车的时候 有哪一些热门的车款 是值得租的 甚至于在租车的时候 在国外有哪一些 美国是需要注意的呢 我们讲到出国自驾游 其实台湾人选择 自驾游的比例还真不少 艾大我们出国自驾游 第一个如果租车的话 就是机动性比较高 然后也比较没有受到时间的限制 优点是不是真的比较多 其实出国自驾游是 某些地方适合 某些地方不适合 你说你就要到韩国 东大门 捷运就好了嘛 没错 都是在东京的部分 也是坐地铁 是比较方便的 那当然在国外开车 我想我们在座 是最有经验的 因为我们出国试车 大概世界各地都是自驾 都是自驾 所以有几个地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国际驾照的部分 是你是一定要去做更换的 那有些地方是不收国际驾照的 例如说你在日本 你就要用所谓的驾照的义本 这两项东西 不管是国际驾照或是义本 都可以在监理站的地方申请 那出国到底哪里完好 譬如说日本刚刚讲 坐地铁捷运 但是其实如果你去北海道的话 这时候就是自驾来的特别的方便 因为它很多著名的景点 相对而言是比较远一点的 那就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你就很容易分辨 你什么地方你需要自驾 什么地方你需要 是做大众捷运系统 那像我带小朋友去冲绳玩 也是就是租了 这个七人座的面包车 大家行李 然后就可以环岛到海洋公园 到各个想要吃的 这个什么虾虾饭烤肉等等 就是非常非常好玩 不过有几个这个地区 你如果要自驾的话 你必须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来讲讲看 以前我们曾经过往发生的经验 例如说很多人想要看这个极光 到瑞典芬兰 我跟德哥两个在芬兰一起开的车 那你在瑞典就有趣了 因为很多有这个所谓的加油站 或是商场 它需要用你的信用卡做自助加油 那我们的信用卡到那个地方 基本上如果你遇到那个自助加油站 不能加 为什么 它需要你输入所谓的 世卫数字的密码 大家一头雾水 到底哪来的世卫数字密码 这个叫做预界现金的密码 你必须在你出国前 先跟你的发卡银行申请好了之后 你在当地加油 你才不会变成有卡 没办法加油 因为你得要输入你的 世卫数字的密码 那当然到了这个追击光芬兰 瑞典这种地方 它的路上整个都是结冰的状态 所以距离 十字路口要停车的距离之前 你要提早提早的煞车 不然大概你可能停不下 一定会追撞前车 那例如说你去泰国 你想不想租车 泰国租车其实蛮有趣 因为泰国租车爆炸便宜的 它大概租的话 大概就是在1000块钱 到1200块钱 就可以租一天的车子 不开白不开 当然要体验一下 在不同国家开车的一个感受 不过泰国的交通非常的温乱 就像台北市一样 尤其又是塞车的状况 对 很塞 一定要先做好预先的准备 那很多你说在日本自驾 因为它的方向盘是在右边 而且是靠左边走 你会不会不习惯 当然会 包含了你的大灯 你的雨刷 你的开关方式 你都会觉得 怎么要转弯打 放了灯就一打之后 雨刷在那边 这都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那讲到这个左右驾的问题 就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有趣 叫做帛琉 帛琉是属于左驾右驾都有的地方 因为我有一个学长 是这个帛琉的名誉领事 他常常叫我们 一直叫我们帛琉去玩 然后呢 他是左驾右驾都有的地方 所以你租车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注意 选择这个 左驾的车子会好一点 你不要租到右驾的车 因为呢 他很特别的是 虽然他左驾车右驾车都有 但是他跟台湾一样 是靠右边行驶 哦 了解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开了一部右驾车 然后靠右边行驶 那是一件多好笑的事情 蛮特别的 比较难适应 比较难适应 那如果你去法国 去欧洲地方 更是要租车 因为你要去干嘛 各个这个精品店采买 你要载很多的东西 但是法国租车 千万千万要会开手排车 不然你常常 你租到的是手排车 你在上面 熄火800次 那真的是痛苦不已 所以如果不会开手排车 提早预定自动排挡的车型才行 那自动排挡车型 当然价格就比这个手排车型的租车价格 要来上高上不少 最后一点再提醒各位 你在欧洲自驾的时候 你买了精品 买了KUJI 买了LV 买了Cennail 一定要好好的收好 因为我有朋友在这个 就是买很多东西 然后放在行李箱里面 然后全部藏在车子里面 所以他认为藏在行李箱已经很安全了 不好意思 欧洲现在治安非常非常的糟 偷耳非常的多 他那车子是整个被撬开到里面 四大咖的LV 直接被搬走 所以算是 所以你买东西 你如果自驾的话 你一定要确保你的贵重物品 要能够收好 这才是我觉得出门去玩 要能够开开心心的玩 平平安安的回来 是的 台湾人除了亚洲的地区 很喜欢旅游之外 其实欧洲也是 但是欧洲有好多的Mega 大家需要注意 如果你真的要租车去玩的话 有哪一些建议呢 德哥 其实租车去玩真的很好玩 其实我出国 因为我们的工作关系 基本上都是在国外试车 我反而不喜欢跟团 我喜欢开车 我没有开车车 我觉得就没有玩的感觉 那如果不是公务行程 你要自己出去呢 我觉得还是要做功课 像我之前在杂志社呢 我们有时候原厂有一些车发表了 可是台湾还没有 可是我们急着去试驾 我们就要去国外租 可是通常都是租错啦 就是你在这边 你在这边reservation啊 你说譬如5系列发表 很开心我要先租5 然后他还跟你讲OKOK 结果你到那边他给你A6 你就跟他讲说 我是要租5系列 你让我A6要做什么 他就拿合约出来 就是他会给你同级距的 但有些你没有办法 指定你完全要的车型 比如说那时候530i很航空 我就是在530i 他说我现场就是没有530i 那但是租车还是很有趣 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我可能只是去三天 我租三天 结果他一个礼拜租车的钱 比你三天便宜 那你要不要租一个礼拜 你一定是 就是直接要预约一个礼拜 可是最好还是要现场做功课 那另外就是 欧洲最近有一些改变 包括台湾也是 我们台湾的驾照 我们会驾照进行这边会有一个 这个有效期限 那后来好像是几年前 就是政府觉得 一直换一直换老民 又浪费钱 对不对 他就取消了 所以你不用去更换 你一样可以开 那我之前呢 就是要去欧洲试车 但我已经过期很久 就是这一张上面的有效期限 过期很久 我不知道欧洲有这个规定 结果呢 我以为给他国际驾照丢过去就可以 结果他要看我国内驾照 他觉得我们的国际驾照 很像仿冒的 真的 我们的国际驾照真的蛮了效的 一专层名大帝 对 然后他就说你要确认 他要double确认 结果我的过期 就是我们台湾可以用 可是在那边可以用 结果他不让我租 还好我朋友带驾照 就变用我朋友的名义租 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租 因为我后来发现 现场也不止我们一个台湾人 就是那一班班机下来 法安克福 一堆台湾人都一样的问题 都遇到台湾问题 所以这个要另外注意就是 然后呢 通常就是你拿到车 他会跟你讲 你去就是机场隔壁的停车场 有一个area 都是你要那个牌子 因为他们就是很多租车公司 没错 你也不用担心被骗 因为那都是国际跨国的大公司 可是有个重点就是 你要自己先寻一下车 因为你取车的时候 不会有人管你 但你还车的时候会 所以你如果是 太严重 譬如说车那边 弄到万八都开掉了 你也不管它 你就开走 那你回来完蛋了 他会说 你不知道车弄坏了 而且他们会 他们很在意的就是 你租车的时候 我有满的给你 你还我你也要满的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 快满 就是我 我离机场快到 我先加 结果开开开开开到机场 我想说 应该不用再去加 结果突然掉一格 掉一格 对 结果我绕回去 再去加满再回来 你就觉得麻烦 因为坐飞机有时候 你时间算得比较准 所以大家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对于 欧洲这些国家 甚至于欧洲有每一个国家 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规范 所以行前的准备功课 需要特别的做一下功课